猪肉涨到了天价真的是蛮不可思议的 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在大陆的乱象了 现在大陆以假乱真的东西实在太多 其中有一个就是黄金了 先来看到为什么黄金价格 这个不断不断的高涨呢 你看到这个数据 从今年的1月份 1284美金持续一直走高 到现在11月份变成1492美金了 光是今年大涨了16% 因此大家都去抢买黄金 但是就在抢买黄金的过程当中 要小心了 很多人会以假乱争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在大陆的首饰之都 专门做戒指做项链的 这里是广东的海风梅龙镇 尤其是在梅龙镇这边所出产的东西 价格非常的便宜 低到你真的不敢相信 戒指黄金戒指 一个黄金戒指竟然只要10块到15块钱 这不是玩具 另外还有这种 很多人结婚会戴的粗项链 黄金项链一条350 这是夜市价格吗 还有你说这些一看 就知道是假的价格吗 对不对 但是老板会告诉你说 不用担心 你买到这个很便宜的 这种假黄金 这种沙金的话呢 我会帮你磕字 看你是要磕999纯金的 还是要磕18K金 24K金 通通都可以 但是里面呢 主要成分通通都是铜 含金量只有少少的5%而已 你说买了这个假黄金之后呢 拿去要卖给别人容易吗 要证书嘛 老板说也没关系 我还可以卖你一张证书 开一张证书呢 只要20块钱 所以不只是这个沙金是假的 连证书通通都是假的 还有大陆的央视记者呢 实地去走访了这个广东省当地 很多家的饰品业者 的确有发现 当地呢 还有专门的检测机构 负责去帮这些沙金饰品 开立黄金证书 在广东省海丰梅龙镇上 制作首饰加工重镇 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首饰加工招牌 随处可见 里面卖的几乎都是黄橙橙的金饰 项链 手环 戒指什么都有 连包装盒也一应俱全 但价格却非常便宜 一条手饰一两百块 甚至几十块台币就能买得到 因为这些饰品外表看似黄金 但实际含金量根本不到5% 这个的话就大概50块钱嘛 戒指都便宜了吧 戒指便宜啊 就多钱一个 这个啊 这个两块钱 大陆央视记者特地卧底追查 发现业者疑似把杀金当黄金卖 还有人更大胆直接在杀金上 刻上999纯金字样 居然声称为了比较好卖 举办活动促销或是找个网红 随便就能卖出十万件 成功把杀金推销出去 杀金就主要 你是看你怎么卖 你是外面卖的话 你当黄金卖也行 可以当黄金卖吗 有人当黄金卖 就收杀金嘛 收黄金嘛 但是它里面的材质 也是属表面也是黄金嘛 他卖几百块钱嘛 杀石记者再把买的两条项链 拿去检测 结果含金量是零 没想到含多少金 是由镇上的检测机构 说了算 而且居然还能开出黄金证书 一张约人民币五块 要多少张有多少张 我们自己卖的话 都跟人家说 说度十八块的 但是你们做零售的话 就怎么 谁拍写的就行 怎么销售的话 你们自己看得办 群民杀金只是行销噱头 故意让人以为买到便宜的黄金 同样有个金字 却不是真正的黄金 看着大陆大妈爱买黄金 业者大动歪脑筋 价格太过低廉 或是来路不明 千万得小心 以免受骗 独生财经新闻 众多报导